由新州电子报主办海欧集团荣誉呈现的新剧本微电影剧本创作比赛 历经近一年的重划终于要在7月进入开拍阶段 新剧本大电影将会由三个不同元素的剧本 《差一点先生》、《衣柜》以及《寻找朱燕冰》制成一部电影 而究竟各剧本有哪些大卡司呢? 不急,现在就让媒体回到今天的新剧本电影演员发布会的现场 现场除了有从全国海省出来的30位素人演员 各剧导演、监制以及主要演员都有牵连现场 我们有广播界的名嘴林德荣、卓慧琴 著名演员蔡佩璇、黄明慧 以及歌手出身的林建辉以及曾杰玉 超强阵容的卡司让人非常期待 而即将在《差一点先生》再次碰头的两位名嘴 默契十足,一唱一和,逗了现场所有人 至于在角色方面,卓慧琴就透露 他在《差一点先生》里头将会有个丈夫 而他的丈夫是…… 我先生是非常出色的业主播 业劍锋,期待吗? 我知道的消息,第一件事我就跟她说 委屈你了 然后还会反应是这样的? 他说没关系,演你老公的都是大咖 而在《差一点先生》饰演天菜的林德荣 面对这个角色,他又有什么想法呢? 刚刚开完记者会之后 他就说我在戏里面是一个男神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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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一听到男主角是 Yip Chiu Man OK了 总是比他好看就是天才了 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 看过喜剧单元 差点先生的主要演员之后 现在我们要转换一下频道 来看即将在电影衣柜 饰演姐妹花的蔡佩玄 以及黄明慧 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然后这个故事 就是我第一次看了 阴沉沉这样 但是我觉得 他有他背后的意义啦 就是要带出一个 就是一个家庭悲剧 怎么样对 很年轻的心灵造成一个伤害 然后造成日后的 日后长大之后的一些 悲剧的衍生 连想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要杀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 可能还比较好 因为这次有的是有时间 慢慢消化那个剧本 所以会比较有准备 那精神的一个状态方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控制的 因为其实之前我也一直在问 问我的经纪人 到底你知道演姐姐的是谁吗 这样 然后我也一直很想 发一个信息给导演问 姐姐是谁这样 可是我经纪人就打我说 他不知道 有一次我看到报导 是新剧本的报导 访问导演们的 我就听说他会 用一些新演员的时候 我就想 会不会那个姐姐是新演员呢 然后可是 我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但是有一种很担心的感觉 然后当我昨天知道是配选的时候 我就好像有点放心 最后一个的电影单元 走的是浪漫风的寻找朱燕冰 剧本找了同样都是歌手出身的林建辉 以及曾杰玉饰演情侣 赶快看一下这一对 有没有暧昧火花吧 也不完全是情侣吧 对不对 因为他一直没有发展到一个点嘛 对不对 就是有点暧昧 然后就是那个过程 我们都喜欢唱歌 所以我觉得这个默契 已经是打底了 所以从那一边 在发展一些些的默契 在演戏的时候 应该是不错 新州媒体集团营运总监陈志云 非常期待电影的开拍 而他对演员们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在敲本地演员卡式的时候 很多演员 我们在接触他们的时候 有些是连剧本都没有看到 就说 新州要主办这个新剧本的电影 他们都义不容辞的支持 剧本没有看就被我们骗上来了 这部电影里面因为有三个不同的主要的单元 我们现在开拍的是衣柜 大概用六七天的时间 接下来是拆点先生 然后是寻找主演兵 大概整个企业 就可以把整个电影拍完 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新剧本 这部电影一季会在明年的第一季 和大家见面 除了一众演员的道场 成功入选的三十位素人演员 也获得了Loreal以及Revella的赞助 在计程会过后进行大改造 你看这些未来之星 已经散发出新味了 而想要一看演员们 在新剧本里的表现 电影上映时 绝对不要错过了 我们一起看戏去吧 我们等你来看戏 Yay 咪 对 对 对 好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